我們以前都知道國民黨一個例如叫廖福本 叫 外號叫紅包本 他跟你官說 他都有明碼標價 如果沒半成還會退還錢給你 廖福本那時候還是單兵作戰 一個人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我們經過二十年後 臺灣的民主政治 經過這麼多次的政黨輪替 現在不是一個人 是集體作戰 這種集體犯罪 是比當初的廖福本的單兵作戰 還要嚴重百倍 我覺得這會衝创大家對立法院的信賴感 過去我們知道 我們立法院這個直選之後 很多的什麼審議員 憲議員 變成立法委員 對不對 像廖福本這種人 他們當時很多是黑金 我們對立法委員是非常的 對立法院是大家的評價是很低的 那時候做民調 對哪一種職務 你是最不能夠接受 是立法委員第一名 打架 不然就是互相潑水 不然就是官縮 好不容易我們經過我們的選舉制度改變 一個選舉只能承認一個候選人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立委的數值都很高 到都是受過高等的教育 而且問政都很理性 可是現在竟然還發生這個事情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我請問你 我們現在廢監察院 監察院未來的調查權要給誰 立法院 拜託不要 我們還敢給立法院嗎 不敢 立法委員如果都敢這樣做 你未來有了調查權 你拿著這個大刀 你要砍誰就砍誰 那李和龍說 把我去砍誰是誰 把我去砍徐旭東 那就砍下去了 他就直接去弄經濟部就好了 調查經濟部 因為公務人員這件事 最後李和龍還是沒有達成他的目的 但是我覺得立法 長期以來我們對立法院 本來的好不容易的信賴感 現在又荡人無存 當然我要講為什麼蔡英文要出來開記者會 對蔡英文當然很傷 蔡英文對蘇嘉全 知道他們在二零一二年一起選總統 他對他是信賴的 但是今天我認為蘇嘉全的確是拖累到蔡英文 那我也必須要講 今天蘇振卿跟蘇嘉全 你們你們這兩個這個這個熟職 其實你們你們的你們想用錢來搞什麼 來搞權 所以為什麼蔡英文不讓你宣誓 你宣誓你等於褻瀆了這一屆中常委 你還不得不自知 還跑去開會 開收藏會 然後你看他還想選 他還想選這個縣長 民眾縣長 蘇嘉全 剛剛大家講 還想當行政院長 甚至還想選二零二次總統 我認為他可能也有這個想法 我覺得這樣的一種權錢的交易 今天變 變掉這個問題 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講雖然是痛 但是總比未來繼續衍生下去來得好 不過我講一下就是說廖副本不是單兵作戰 他做過國民黨黨鞭 也是大規模作戰 而且他們以前國民黨時期 我不講廖副本 土地啦 連石油啦 那種那種價差 什麼都他們才是大堆 包括爭取工程款 那都是黨邊的議題是有 另外我們的他扁 他是單一床頭 我跑立法院不是啦 不是這樣子啦 沒有什麼 過去立法院 大家不信任的原因在哪裡 那國民黨黑金嘛 以前黑金是國民黨專利嘛 對不對 不是說大家很信任 國民黨都是清白 現在是只是民進黨令人痛心 但是不是應該是說民進黨執政 而且是我們某種程度講 八百多萬票選上的執政權 而且一黨獨大立法院席次多嘛 你現在的民進黨不應該去到國民黨的覆策 你不應該去變成跟國民黨越來越像嘛 時代力量更是啊 時代力量才幾年的一個政黨啊 對不對 你號稱打幣 你號稱這個什麼跟別的政黨 長得都不一樣 結果你時代力量竟然搞這個事情 我覺得關鍵是在這裡